那家开始已经跟老板在交谈价格了 他们今天需要买一些黄瓜 然后是去做沙拉的 然后一些西红柿 西红柿 洋葱是来做羊肉的 对他们当地的特色食物 羊肉必须要拿西红柿跟洋葱去做 我刚才听到还有土豆是吗 这个叫阿巴拉的集市 位于伊斯兰堡的G6区 占地很大 在当地很有名气 我们看到市场上的蔬菜品种并不是很多 其中土豆和洋葱是当地人每顿必吃的食物 价格最为便宜 价格怎么样满意吗 价格怎么样满意吗 价格是80Rubis per kg 80Rubis per kg 是一公斤吗 是一公斤吗 对一公斤 一公斤 那就是算是40卢比一斤 折合人民币三块多 三块钱一斤 三块钱一斤 那其实不贵 50Rubis per kg 五十卢比一公斤 那折合人民币二十五二五一斤 一块多 一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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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价格都是50 曼萨说 这里的商谱几乎都是老字号 很讲信誉 顾客买蔬菜不用挑剪 商家保证品质 也从不存在缺筋短两的事情 Banana is like a dozen When you want to buy banana you will ask him Give me twelve Give me one dozen 他就说 就是说 这些蔬菜水果都是一公斤 来算的 但是如果要说 你要是想买这个香蕉 然后这种比如说橘子类型 这一个一个吗 对不是 它是一斤 一斤是12的 对一斤或者是半斤的卖 阿曼尼今年28岁 他的父亲35年前开始就在这里摆摊买蔬菜 如今父亲已经60岁了 他和弟弟自称副业 继续经营着这个摊位 据阿曼尼讲 他们每天的营业额大约在一万八到两万卢比之间 一年的纯利润能达到五十万卢比左右 约合人民币三万多元 这在当地已经是非常好的收入水平 阿曼尼的弟弟伊尔涵 请我们品尝一种当地的水果 你看 它这个形状 黑黑的像一颗很大的黑豆一样 但我捏它的时候能够感觉到它水分是很足的 里面有很多水 表面光光的 这个 什么名字 巴基斯坦的名字是 亚曼 亚曼 巴基斯坦的名字叫 亚曼 你知道它的中文名字吗 这个我还叫 也不知道 据曼萨介绍 这种被当地人称为 亚曼的水果 每年只有三个月的上市期 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 可以降低血压和治疗糖尿病 大概它特别像葡萄一样的这个质感 你看里面有这个 像葡萄里面的果肉的那种纹理 表皮的盐 只有在外产一 所以它既有药用也像水果 水果并不是那么甜 也没有那么美味 很特别